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介绍一分钟命理 猫 其实在八字里面 猫跟老虎 他非常的木 所以你八字要木的人 其实你就可以养猫 当然没有人养老虎 但是除了养猫以外 可以用什么 猫的这一些形象 老虎的形象 最好还是木头的 所以来一只招财猫 木头制的招财猫 或者是一只老虎的木雕 就放在你的桌上 没事,摸他两下 补补你的一个木运 所以对八字要 虎那个要木的人 老虎、猫 其实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选择 可以在你的身上有老虎的图案 有猫的图案 你可以去拜拜,拜什么 老虎嘛,虎爷嘛 对不对 老虎嘛,虎爷 所以这一下都是取木的 可以去想到的 老虎的图案 老虎的吊事 或者是猫的 吊事猫的 你的衣服上的图案 这些都可以加点分 那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 拜拜